但是警方破获了一間藏身在萬華區茶室的大型天酒牌賭場 裡頭70多名的賭客還包含SBL前台皮總教練顏家華 當下他坦誠犯行 功稱是第一次來 不到兩個小時就輸了10萬元 但這已經是他第二次涉賭被帶 2017年就因為千賭遭還起訴 更丟了總教練工作 警方快狠准攻破賭場 但賭客們這手不太安分 企圖滅政 小小房間塞了70多個人 警方主義核對身份赫然發現有個大咖 這名穿著深藍色羽絨衣外套的白髮男子 他就是SBL台皮前總教練顏家華 歷經龍岳偵訊被以涉違法裁罰9000元 疲憊離開警局 但這已經是顏總第二次涉賭了 2017年他下注NBA跟國內瓊斯被職棒 遭檢方還起訴繳繳100萬 跟辭去總教練職位 沒想到6年後又出現在賭場裡 這間藏身在萬華茶市的賭場 是雙北地區角頭一起開設的 警方這次帶回73人 發現他們以天酒牌為主 沒把下注超過萬元 金流相當驚人 顏家華當下談成賭博 說是第一次來不到兩小時就輸了10萬 在場的還有前苗栗縣議員 但並未查到賭博視證 現場確實有一位 嚴性的賭客在現場參與賭博 這個部分我們會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來給予採除 在藍潭有一席之地的顏家華 又因為涉賭招逮 恐怕也讓顏總冠軍叫頭形象再度首創 這張的周中林台北採訪報導